J媽要介紹的是現在很流行這個 疊疊樂 疊疊樂 對 一般的疊疊樂就是這樣嘛 我們就是抽 那它這個呢就是有一個新玩法 來給大家看 欸你這上面寫的數字耶 對 這很簡單 我們就是這個玩膩了之後嘛 我們拿一支齊筆很簡單 在上面寫上數字 那再拿出這個 骰子 哎呦 主神來了 像小朋友啊 他基本上一到六的數字就會認識嘛 那我們就骰這個骰子 那你如果弄出是比如說是五好了 我們就只能拿上面寫著五的木條 對 很難耶 只有兩條而已 小朋友可以練習認識數字 那我們寫的時候我們可以多寫幾組 對 就是數字多寫幾組 這樣就會比較有挑戰性 那如果呢 就更進階一點我們可以玩加法 我們可以先再多寫幾個數字 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上面就是我們可以多寫幾個 我看你寫到四十幾 那是後來是乘法是不是 寫到四十幾 對 你可以玩乘法的 對 玩是很專業 比如說我們那個 骰到三 我們可以拿三的倍數 哦 對 像國小小朋友不是會學那個九九乘法 真的很難 你可以訓練小朋友想很久 對 比如說你三的倍數你可以選哪幾個 那它這邊就有很多它可以去選三的倍數 那這個我先咯 來 來大家一起來 媽媽先 好 那我們這個是加法 我們是簡單的加法 三三四是七嘛 七 對 那我們就找到這邊有七 媽媽你找七 我要來囉 七在哪裡 有寫定的實在太難了 七 有就拿到七 七還蠻簡單的 叔叔 好我來 加法成法都可以嗎 三三 那三個一樣就是報紙 再到報紙那就是它就可以 不用選有寫數 隨便它剪的一個好 對 就只要簡單你可以自己認選 那你自己認選一個 好 不要啦我要挑戰性 你要挑戰性嗎 三三得九拿掉九 高難度的高難度的 九 九 好該我囉 哇塞怎麼都在這裡啊 該我囉 四加三得七 七 沒有七了 拐將七 那就七的得七 三四十二 十二 十二 你打錯了 你現在推的是十五 你懂耶 對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 三四十五是不是 三四十五 明明自己手眼協調就不好吧 十二 十二 阿凱 我自己也要上來 來 輸的打八 輸的 十二 十二 幫你拿十二 OK 我是十二真的有 不能補啦 這很難協調 這一個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對 玩疊疊樂一定是兩層是不同方向的 是不是 這邊剛好是兩層同方向 喔 那中方 對 趕快換一下 還錯了 對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常會有這種狀況 他連放這個東西正的跟反的 一個要直的 換的時候順便把十二 趕快推出來一下就好了 噢 噢 你怎麼一直叫人家作弊 他在圓 十二好多圓 會不會倒 哪裏還有一個 十五的旁邊是十二 可以直接十二了嗎 這裡有十二 你看這真的很順便 手眼線 對啊 所以十二也好 好緊張喔 怎麼那麼難 而且玩這個不容易耶 不容易啊 對 阿凱老師來一個 我來啊 其實我剛才想到一個玩法 什麼 來我先丟 來這個是 五跟二 五跟二 糟糕 我發現上台真的 加法會加不出來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是好朋友 我嚇一跳 我加了六 啊不對 七 對 七 他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他可以不一定真的找七 他可以找其他更多的 如果你願意 我找六跟一 加起來是七 喔 五跟二 加起來是七 對 所以另外一種 我們常常老師會 數學題目會出 七 你可以六加一 還有多少 可以加成七 真的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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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個問題是小朋友 從中就倒掉 倒掉了又要再疊 小朋友都又不玩 因為每次都在疊 很難 所以可以延伸 延伸 玩骨牌 什麼意思 還可以丟啊 還可以丟啊 丟下來好 假課十 我在這一堆裡面 倒的裡面要找到十 立起來 所以接下來一個 排到最後 是不是大家一起玩骨牌 然後可以 哦 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了 就可以玩很久 哇嘶 聰明耶 到後來我們也可以 把它搭成一個火柴 然後就點火烤肉 然後就已經玩火了 我們要玩啊 我們要玩啊 好有想像耶 好 其實還有那個顏色的 對 對 我們要舉牌 要舉牌 專一個專家 所以對於這樣 其實疊疊樂很多人家你都會有 對 電話型 玩法 數字 成法加法喋喋樂 三位專家 不喜歡請舉牌 欸 都喜歡 香蕉哥哥像這種文法 還有一些新的文法 他們家都是用香蕉啦 他們可以水滾 所以我們怎麼玩就對了 就是像媽媽要這樣玩的時候 我覺得她可以用那個 有圓形的貼紙寫 不然你寫完一次下去 對 也是就可以把它撕掉 所以就撕掉 然後下次就可以玩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遊戲還有一個最好玩的地方 在於說 因為在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小朋友的手 甚至大人的手都會抖 對 所以發現為什麼 黃醫師後來選擇小兒科 因為那個外科手術的手才比較穩 這樣還會更趁機看著小孩有沒有這個 假狀性套體 這手沒有一直抖就對了 這個大概多大啊 開始可以玩 這應該 兩三歲 一般小時候大概五歲以上就可以玩 對 因為我一想到跌到那麼高 因為我兒子有一個最大的樂趣 所有東西跌到最高 然後誰要去收拾善後 媽媽就在那邊一根一根的剪 然後還要到那個沙發的後面把它翻出來 所以她現在可以四歲對不對 四歲 四歲 可以試試看 對 她剛好現在認識加法那些 也可以用 對 好 很聰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媽 請接著來看看 這個是比較大型的遊戲 歡迎味媽 今天要介紹的是 大家先看一下地板 你們覺得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哈囉 他跑了 跳房子 關廟部 跳房子 對不對 對 先躺路玩 先躺路玩 叫小朋友排隊 因為我有一次 帶我兒子去逛夜市 然後夜市不是都有那種 譬如說套圈圈啊 投球的那種遊戲嗎 然後我兒子那一次 就是第一次玩到投籃機 他整個迷上 你知道那一籃 就是你可能一百塊一籃 然後小孩丟的速度其實很快 那爸媽也跟著燒錢 對 然後而且小孩的其實 頭重率非常的低 我們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花了大概七八百塊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整個臉綠掉說 你要投到什麼時候 然後因為我兒子賴著不走 他就一直很想玩 最後我老公是直接把他強行抱走 就哭到爆炸啊 然後每次就是經過像大賣場 不是也都會有那種遊戲區 都會繞著走 對 我們都一定要避開 因為他只要看到 他就一定要朝著要玩 下次應該把老闆才能抱走 因為老闆不在啊 不過後來就是 我就想說回家 因為我老公他其實不願意花那麼多錢 在投籃這一個 對 因為他覺得很浪費錢 投了也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換了一大堆 就是也不值錢的玩具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不如就在家裡自己做投籃機 給小孩玩 你真的要做投籃機 怎麼做 我今天準備的話是 總共準備了 那其中四塊呢 我會把它這樣子對切 切成一半 對 一定是 所以完整的會有十七片 然後這一個對切 會拿四片玩者去對切 總共也會有八片是一半的 那我們就是開始看 你看以這個為中心 我們就 左邊三片 然後右邊也三片 都是對秤的耶 左右跟下都各三 拚完了左右下之後呢 我們再往上 頭跟尾各三片 就是都是以三為基準 那剩下我們對切的呢 我們就會先把它拚在就是 擊球走道的這個兩側 哦 立起來 哦 這樣立起來 對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都setting好了之後 再把它立起來 就是可以跟著小孩一起做 就先請小朋友說 幫媽媽這邊扶起來 我們一起把它結合 媽媽 媽媽我來幫忙 來 妹妹來這邊 謝謝 媽媽要小心 媽媽要把它弄進來對不對 對 我們就一起 像這個的話 因為它必須要可能家人一起合作 哦 因為要彈進去 對 那如果想要增加它的穩固性的話呢 就是可以用 譬如說三秒焦 增加它的黏熟度 會比較穩固 會比較穩固 這位女主席怎麼跑到我們家 哦 我覺得 剩瓦斯的順便來幫你們做這個啊 哥哥妹妹不要搶 哥哥妹妹不要搶 哥哥妹妹 我們家是天然瓦斯 你幹嘛來我們家剩瓦斯 幹嘛啊 被你發現的啦 媽媽的朋友 這樣好嗎 然後這邊後面也是都要把它立起來 其實就是它立起來的時候 要把它那個 接口都弄在一起 對 哇 這接的 這其實全家一起幫忙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都把它拼好了 這就半成品之後呢 我們再取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碟放在這裡 小心喔 對 它其實有 雛形已經都出來了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耶 對 它很簡單 它很簡單 而且這個又安全我說真的 對 你不用擔心啊 你也是以後都出現這樣了 然後 然後就可以買一個到幾十塊的藍石 我有問題 這個要去哪裡買 這個像大創都買得到 而且幾十塊很便宜 像那種乾媽甲那種傳統店 乾媽甲都可以買得到 你就把它掛在上面 聰明 對不對 好聰明喔 然後呢 因為你們丟球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球可以想辦法滾到那個位子 對 球會卡在那邊 所以你還要再準備一個完整的一片 然後把兩側凸面把它切割掉 然後就放在這邊 裡面 你做一個可以 鞋子 鞋鞋的 鞋鞋的 鞋鞋 鞋鞋的 鞋鞋鞋 鞋鞋鞋 走到獨棠 走到獨棠自己動就對了 對 哇 那我們請香蕉 哥哥出來玩 好 來 這個我最喜歡的 球籃 哇這個球差太多了 好好玩 而且很好玩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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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夜市那個一樣 可是媽媽 那像夜市很多有左右會動的籃球框 那個可能沒辦法 爸爸動 爸爸移來 媽媽移手動 爸爸移啊 對啊 爸爸移 而且男生就很喜歡玩投籃 對耶 他也是籃球民 你又想說應該這樣親自一起玩就這樣玩了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海盾嗎 你知道他還會在那邊弄那個聲控的氣氛 對不對 丟下去就幾分幾次 對 還會這樣子 還會這樣子 還會玩喔 而且你玩好之後 你就可以跟小朋友講說 欸球的家都在這邊喔 你這樣球也不會散著整個客廳到處都是 喔 這個很棒喔 對 那我又問你那球去哪裡買 球也是在大窗或是 都一樣 對玩具店 而且為什麼還有球池 以前小時候玩球池 當大家就可以玩這個 對啊 通安全的 這個很棒耶 來問問看我們的專家 請喜不喜歡這樣的籃球機數到三 請 舉牌 這個一定很喜歡的啊 真的嗎 真的嗎 有連不打籃球的阿凱老師應該都是手癢 而且這個其實不是只有在家裡面適合 我覺得其實如果有家庭那種 朋友的聚會 所以你就組個三組 然後在那邊攝攤就好 哇 直接讓小朋友就在那邊自己玩 還可以登記冠軍什麼的 真的 我覺得有建議是他可以 讓小朋友去自己選他要的顏色或裝飾 因為我們有做過這個 他自己做的他會特別喜歡 他會說媽媽做好我不想玩這個 他如果自己做 他說這我的你們來玩 因為他是老闆 這個我想要組 因為我家還有這個 然後他自己組他真的會珍惜 他會覺得是我我是老闆 對 對 我們也可以不用等海盾媽出現 那個 請問那個剛才那個 哪一個 你的琴 就把他放在下面 然後放下去就能有什麼 對 對 巧琴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這是好方法 謝謝 謝謝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對